为了让独居长辈能过一个好年 红道基金会将民间募集到的资金 并且在国居英雄馆餐厅的赞助之下 洗开两桌宴勤长辈们提前喝春酒吃年夜饭 而基金会也邀请艺人佩真 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爱心 帮助更多的独居长辈度过温暖的农历新年 快要过年了 红道老人基金会正忙着募集民间善款 购买年菜帮助独居长辈过年 由于今年在国军英雄馆订桌 军友舍在得知后立即慷慨解囊 洗开两桌宴勤长辈们提前吃年夜饭 希望献出爱心让长辈们温暖 我们这个33桌他订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所有的菜肴 非常的烂 做得非常的好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尤其在冬天的时候 能够吃到温暖的 主要是温暖他的心 温暖他这些老人 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社福团体今年面临救济物资短缺 红道基金会邀请艺人佩真陪长辈过年之外 更邀请民众一起来做爱心 帮助社福团体度过景气寒冬 只要我们募到100块我们就跟他打扫 募到500块我们就送物资 然后募到3000块我们就围辱 那这些长辈有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朝这个目标去前进 基金会表示 期盼各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一起来赞助寒冬助老非你不可方案 让基金会提前提供长辈大扫除 送物资以及送年菜等服务 让独居长辈度过好年冬 中家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